我觉得我们国家的农业 它未来的趋势 它应该是规模化 标准化 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国家在这种规模化的这种种子上 能不能在新品种新技术 投入更大一些 在这种规模化的这种种子服务 的服务势力度 比如资金啊 或者是某些方面更大一些 希望两会的代表们能够多多的 就是给国家提起建议 多多关注一下我们农村的子女教育 然后教育资源的配备 还有就是 也像城里面的子女一样 能够有校车 或者公交车能够上下学 然后我们就希望 两会的代表能够关注我们农民工 让我们在社会上的地位 能够得到社会人士的认可 然后多挣点钱 回家把媳妇娶了 因为现在疫情之下很多的外事活动 很多的对外交流都戛然而止了 然后所以作为我们这个专业来说呢 最希望的就是现在全球的疫情 能够快快的缓解 然后这些活动能够恢复 所以这样也能给我们这个专业 更多的信心和更多实践的机会 包括对就业这一方面也是一样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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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